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綿哥的頻道 今天要介紹這幾天最夯的獨立遊戲 在Steam排行榜上Top5 這次是用我最快最快的速度來幫大家做影片的 就是96號公路 是由法國廠商DigisR所製作 他們之前做過英勇之心跟技術書 那這兩部作品呢 都是跟別人合作的 這部就是他們自己獨立開發的 英勇之心聽說也是很不錯的遊戲 不過我買了卻沒什麼玩 記憶從術他的手繪畫風還蠻特殊的 那他也是一個跟戰爭有關的遊戲 這幾個遊戲全部都是劇情像的 當然這個遊戲也是 遊戲背景是在1996年的夏天 在一個叫皮特拉的獨裁國家 玩家們是扮演著想逃離獨裁國家的青少年 要想盡各種辦法離開這個國家 我們有幾個方法展開我們的旅程 最省錢的方法就是走路跟搭便車 有一點錢的話我們可以搭公車或是坐計程車 宇徒的終點都是在96號公路 那我們要想辦法逃出這個國家 根據我們的不同選擇會碰到不同的人事物喔 其中有七個最主要的角色 玩家們在路上一定都會遇到 那我就來簡介一下這七個人物囉 但是我盡量不爆雷 首先我來介紹像熊一樣壯的熊爸爸約翰 他是一名卡車司機 他有一些戀愛上的煩惱 是個個性很可愛的首男喔 不過他不會跟玩家戀愛的喔 第二位是叛逆的俏家美少女佐伊 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他帶著一個長號的樂器 他會對玩家說 我叫你吹 啊朋友再見這首曲子 第三位是女警官芬妮 因為他只是個小警官 所以常常會接到一些 不喜歡做的事的命令 不過現實警察跟軍人 好像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 第四位是天才駭客少年 艾莉克斯 14歲小小年紀就會自己做遊戲 還離家出走 也不會餓死 真的挺厲害的 遊戲中他會經常展現他 各種的駭客能力喔 第五位是GNN新聞的特派記者 Sonia 他是巴哈派來的嗎 Sonia 鏡頭前跟鏡頭後 根本是完全兩個不同的人 那大家會常常在遊戲中 看到他上新聞報導 可以說是鏡頭最多的角色 第六位是性情陰暗 容易生氣的揭羅的 上了他的車 你各位請小心 我只說到這裡 突然就爆雷啦 最後第七也是第八位的 Mitchy & Stan 他們穿著SM的服裝 看起來非常的瘋癲 不過有他們在 我覺得遊戲特別有趣 瘋瘋癲癲癲的人就是好玩阿 所以這樣子總共應該算八個角色才對 不過最後兩個是都一直在一起的 我都只講一點點 因為我怕爆到大家的雷 除了這八位呢 路上還是有很多其他的NBC 只是他們戲份沒有這麼多而已 這八個人的故事都互相有關聯 不過要玩到後面你才會知道喔 我們一個角色玩到最後 也大概只能知道一些些故事而已 也就是說我們要玩很多人很多個角色 才能得知這個故事的原貌喔 遊戲的故事組都幾乎都圍繞在政治上 所有的角色也有他自己不同的立場 我們也要在三個主要的陣營中抉擇 我們在遊戲中的一部分行動呢 會影響這三個陣營的勢力喔 第一個陣營是現任總統的獨裁政權 他讓國家的青少年每個都想逃出國外了 但是我實在是看不出來他做了什麼 也許遊戲中會慢慢出現吧 第二個是總統的競爭對手 不過我玩到快破關他都還沒有出現過耶 我只有看到他的海報而已 第三個陣營是想革命的民眾 他們人數很多 總統拍都說他們在搞暴力跟破壞 也說選他的競爭對手就是在支持暴力 究競爭一項是怎樣呢 我就不爆雷啦 大家自己去玩喔 遊戲的設定是在90年代 奇怪的是我一點都不覺得他們穿著我很 很復古或是很醜耶 我覺得畫面的表現非常棒 像是玩家一開始就可以到達錄影區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星空 公路上的各種風景我也是覺得非常漂亮 遊戲中的音樂更是非常棒喔 已經棒到我想買原聲帶啦 我上一次買的是去年的太空37重置版 音樂的部分我給他滿分 劇情方面其實都跟政治有關 聽起來很沉重 有時開心有時緊張 各種喜怒哀樂交錯 我覺得劇情很不錯啦 不過我看評論因為政治味太濃厚了 所以有些人不太喜歡 這遊戲的主題我是覺得 中國那邊應該會ban掉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被ban 可能他們還沒有發現他的內容吧 那這個遊戲跟其他的劇情類遊戲比的話 我覺得他的分歧點算多了 當中也加了很多小遊戲 所以玩起來很有趣 給我的感覺已經可以跟 英思路第一季還有邊緣經濟傳說比 都一樣棒 只是不同的感覺而已 不過這款音樂更出色 畫面表現也更棒 不過他比較後面出的嘛 遊戲的變化也比較多 我覺得今年大概沒有劇情類遊戲 可以比他更好了 所以我給他90分 非常推薦啦 遊戲一輪大概6小時上下 賣396我是覺得還可以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或按個讚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最後讓大家來聽聽看我 吹長號 記得按個讚 謝謝